因為過去一百多天以來 我是把每一天都當作選戰的最後一天 所以昨天晚上也最好 因為每一天作息都一樣 希望這個大家今天都出來有一個投票 投到心目中最好的候選 那忙了一旦如果有沒有安排一些 比如跟班人吃飯啊 不解還沒有想到安排 先恭候試 所以目前心情是蠻輕鬆被看待的 我是蠻平常心的 我投票就是平常心 該準備的準備好 但是第一次穿這套西裝的主票 是有特別選過這套西裝嗎 沒有 選舉的時候也穿這套西裝 就是習慣在車上放著 一切如常 我早上九點先陪這個鄭運鵬委員 到盧子國小來投票 這裡是他媽媽的故鄉 那接著十點鐘我會回到巴德 大安國小投票 那是我的故鄉 那這是我在每次選舉的時候 都會早一點來投票 最重要所有的選民要珍惜手中民主而神聖的一票 來決定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那這票很重要 希望大家都出來投票 選後的行程 確實公務跟私人都有很多的提議 但是我都還沒決定 那我想選後還有一些市政工作要做 我想這個今天結束後 那禮拜一我還是要和市府上班 那有很多的工作人來要推動 那所以我會先把市政的工作先放第一位 其他的行程在藍牌 其他的行程在談 他的行程也要轉 便宜走動 像是個雞 entender